你好我是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吃料 今天要來看日本A隊隊場牛蟹狼A隊 那這場比賽是世界鬼大盃 白銀聯賽的比賽 那最近好像已經快要進入到了尾聲了 就好像要進入淘汰賽 大家分數打得差不多了 那日本A隊的話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 可以拿到白銀聯賽的前四四前八強左右 但淘汰賽還沒有開始打 因為到時候淘汰賽開始打了之後 我會再把這個賽程表貼上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就稍微來講解文明的部分 文明部分 日本隊選擇了這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還不錯 經濟跟騎士都沒問題 再來是他的隊友 你就直接看右邊隊 我要一直跳動 非常躲動 中國高冕跟這個... 葡萄牙 那選的都是蠻強勢的文明的 那葡萄牙人的話 天使可以打工兵也沒問題 因為他就是蠻強勢的 那中國這個文明來說的話 會比較偏向於打工兵的路線 所以兩家都是工兵路線 都有一個不錯的加成的一個選擇 那我個人認為 目前看起來中國這個選的還蠻OK的 因為大衛上到了這個... 後期之後 他的工兵也不會落後於人 這個... 中國聯盧的殺傷力還是非常強大的 然後... 葡萄牙的話 還有這個風琴砲 可以考慮做一個轉兵的動作 當然還有可能就是直接強勢打到... 打到... 好 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 對手 紐西蘭A隊選擇的是這個波蘭 越南 跟普根底 還有瑪雅 那目前看起來 他們選擇的這些文明都是比較偏前期的 中...前期的 就是帝王時代 跟帝王時代初期 跟城堡時代的中期的時間點 是他們這些文明最強的時候 那日本A隊選擇的文明都算是比較偏後期的文明 像是高年的話算是偏中期 但是法蘭克的後期是更強大的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 那我目前現在覺得有優勢的 是... 站前... 欸 站優勢的是紐西蘭 因為紐西蘭他現在這邊選擇文明 只要強攻有打到點東西 基本上不會落後太多 好 這邊互打一個結果 看起來是被換掉 好 唉呀 這邊日本隊的獅猴直接被... 收掉了 這邊有一隻聰明想要來幫忙 但來不及 好 那... 這邊還被... 幹走兩隻綿羊稍微有點小虧喔 如果直接減兩百 好 但是我覺得 日本隊阿拉伯會比較好打一點 因為他們是一個Main阿拉伯的一個... 玩...呃... 國家嗎 哈哈哈 他們的... 遊戲的一個風格 都是專門打阿拉伯 所以我不認為阿 日本A隊即使現在... 前期偏劣勢喔 也不會... 到說 非常非常的... 呃... 會劣勢的一個狀況 可是... 應該算是五五炭喔 呃... 而且法蘭克經濟前期很好 高密也是 中國也是 呃... 葡萄也是 但是他們... 相較與對方比起來 他們這些文明大後期會比對方更強 所以我覺得 現在他們紐西蘭A隊有這個分析... 文明的話 應該會想要盡可能 去打一個強攻路線 但是... 日本A隊 這個強攻路線並也不弱 也是有這個普通存在的 好 這邊果然中國直接打一個... 上風電時代 20匹上風 然後轉充射箭場 那... 待會兒就不會吃 待會兒還要再按這個... 兵攻場 兵兵第一直接你又補一下喔 哇 這邊換只有兩個人 會斷攻兵 而且還補兵攻場 OK 那固定會斷攻兵 但沒有關係喔 這個... 這個P數本來就會斷攻兵 那日本他們對打法最擅長的就是這個喔 22匹... 小攻喔 呃... 應該算是21匹喔 21匹小攻 或25匹小攻 是他們最熟練的一個戰略 好 後面這邊有刺猴再做一個追擊的動作 這邊我們要扣一下隊友 把安克的刺猴來打一下 OK... 這個刺猴應該是沒了 好 對方... 來自己的刺猴回來救一下 OK... 這隻應該是能追死的 好 那目前日本A隊的一個打法 算是很正常的開局 就是... 內加刺猴打 然後外加攻兵爆 就是一個... 標準的團戰打法 基本上新手你只要會了21匹小攻外加 你就算是會打團戰 那內加部分的話 你可能要練個... 19匹... 或是... 18匹喔 會比較好一點 但我覺得新手已經練這個19匹... 村民數量喔 上封建時代就好 那... 記得... 這個19匹落馬的話 三個人伐木就OK了 太多的話 再下去可能會有點問題 好... 因為你可能會... 導致你的木頭太多... 經濟失調 但到了典龍通勁時代之後 要去把這個木頭補到10個人 怎樣撒龍艇會比較快一點 好... 或是不用補到10個人 8個人也可以 好... 那目前日本隊果然打錯優勢 這邊... 牛西蘭A隊前期的一個... 瑪雅公兵居然出對手 這個畫面就有點習慣了喔 牛西蘭A隊好像... 這個... 這個... 流程... 沒有練得很熟的感覺 這燈建塔... OK 已經足了啦 第一時間可以守住自己的屬性 那這邊細節沒有打好 弓兵... 現場有Dクrystor這個... 弓兵... 弓兵居然很熟 非常不... 那這時候有人會說 欸...如果現在弓兵 居然是對手情況下 可不可以轉這個小弓 啊...轉這個毛筆喔 千萬不能 你一轉... 一轉毛兵之後... 你的... 你就沒辦法對對方刺猴 打到... 打出傷害來 你就會變得... 非常被動 就... 變成說對方刺猴是無敵的狀態 那如果你要打贏對方刺猴狀況 就只能靠自己隊友 但是對方弓兵 現在有領先的狀況下 你又再去出毛兵 去跟對方換的話 還是很容易打出 所以盡可能喔 還是趕快去出弓兵喔 想辦法喔 去跟對手換就好了 然後果然波瀾喔 這邊... 直接... 被殺到大門前這邊 那我之前有講過 波瀾的大莊園這邊 很容易守不住喔 就會有這種... 很容易收穿狀況 導致自己斷肉 所以前期 波瀾要怎麼守住這個大莊園 是他的... 非常重要的特質 那這個文明也是喔 你基本上不用去... 踩住他的金礦座 你只要踩住他的農田 波瀾這個農田 你就已經肯賺了 甚至把對方的大風 給直接... 砍掉 那也都是肯賺的一件事 你看現在... 波瀾現在直接斷肉 完全不能出肉嘛 連抽菌都可能要斷了 不是可能是已經斷了 呵呵 都已經斷村了 這個就是波瀾團戰的一個問題 你只要... 一被壓到家裡 外加打輸的狀況 就會這樣子 所以波瀾在團戰來說 是比較難發揮一點喔 但是如果... 外加發揮的好 拖得過多時間 只要讓他撐到中期喔 城堡的中期 然後地出那一波 大量的貴族騎士出來 才是波瀾的決勝點 那前期像這種時刻的話 基本上就是被安在地上打 那日本隊很簡單 只要在這邊一直射擊 這邊... 差的不動 所以打他農田 打他村民 基本上就已經賺爛了 他4D還是要花更多木頭 去投資他大森在後面 他這個大森林就是蓋得不夠好 他沒有意識到 對方會... 自己家人會打樹 他應該大森林是要蓋這個位置 這樣才蓋 然後這邊蓋這個位置 這個大森林 農田不能傻 唉! 怎麼看都...有點辣場 呵呵 這個牛西蘭隊好像... 沒有那麼熟悉阿拉伯的這個節奏的感覺 有點太... 打得不夠極限嘛 暴冰的部分 算是打得... 偏娛樂吧 應該是這樣子 太硬的地圖 他們好像... 不太熟悉的感覺 那日本隊是很會打很硬的地圖 例如阿拉伯這種地圖 就是黑森林 然後他們全大森林 後方這邊... 次郎推個一下 把對方的攻擊自己收掉了 那...基本上 現在就是一個... 半垃圾時間了 對方要贏的機率是... 不太可能 好... 那隊友家裡... 兩... 兩家... 次郎過來 現在這攻擊數量非常多 18隻... 4秒 直接打進去 攻兵繼續... 走 家裡農田 我繼續... 攻兵也是 那這個攻兵的話 可以考慮 去... 這個... 幹嘛... 欸這個瑪雅 這個瑪雅覺得上面 把木太危險了 所以把所有的木去搬到下面 哇... 欸他這個... 超級大爆木欸 他... 哇... 這個真的是實力... 實力問題 哇... 這個... 這個經濟配置怪怪的 這個藍色... 感覺有點像是... 1200的玩家 或是1300 呃... 01300的玩家 好... 正常的阿拉伯 你不可能把木頭 拼到14個人 他這邊拼到22個人 拔木 怪怪的啊... 真的是怪怪的 22個人拔木就代表 你要上城堡時代會更困難一點 或者是你的經濟巧克力上 出很大的問題 勞進去挖金礦的人數不夠多 會有這些問題 會有這些問題 好... 那個經濟配置... 這個是... 真的是需要學習的 好... 那日本A隊現在的轉法很正常 都是直接點到了城堡時代 呃... 還有一位喔 還沒有點城堡 那這位是... 應該是灰色 灰色點咧 那應該是... 喔... 結果是波蘭的 波蘭明明是肉量獲取量最多的文明 但是... 卻是... 最落後的 這邊大中原被踩住太久 這邊再補蓋一個大中原 結果還是被壓著... 這塊農田 實在是太慘了 那現在他也是很想要去... 阻止對手去做進攻 但是沒有足夠的兵力 那這邊波蘭還是要趕快喔 去把木頭... 趕快轉出... 食物踩對喔 那這邊木頭爆太多 700多木 這邊應該要打算直接靠買賣上嗎 如果他要看買賣的話 也不切實際喔 因為在... 封建時代的肉實在太貴了 基本上... 比黃金還要貴喔 我記得是要130肉吧 買100肉... 就要花130黃金 你這樣子... 去做買賣的話 你自己上到了城堡時代... 雖然還是得這樣做喔 因為他時代落後太多喔 這個時候你還是要買賣 但是他現在買賣上去... 騎士也吃不了太多隻喔 所以就會打得非常非常被動 你就只能一直... 一直... delay...delay... 再delay... 然後... 就輸給了對手 就是很有可能的 好... 瑪雅沒有那一家的幫忙 雖然那一家突然的肉麻過來 想要做... 拯救動作 但是... 似乎是... 沒什麼辦法 直接射爆瑪雅的農田 這邊... 唉唷... 這邊有點惡極射 惡極射點火了 好... 這邊直接在這卡下 直接開打 但是對方還是不敵對方騎士 後面還有弓兵在中輸出 後面有點... 取消攻擊有點尷尬 好... 上方的路線... 前方的主金會有點危險喔 這個人已經偷偷射進來了 哎呀... 這邊還沒注意到喔 真的是偷偷射 然後... 對方還在... 對方是偷偷射 OK... 這邊... 應該是... 但這邊... 日本隊很厲害喔 這邊分兩隊 這個就是細節 哇... 然後結果這邊... 下面拔木鬚 直接被抓包 結果... 高明怎麼跑來下面打啦 這個怪怪的 高明直接把這邊... 大量的村民吃掉之後 看起來... 牛西蘭隊... 沒有太多的戰果... 就要... 無勝無喜的被打下去了 基本上... 這一場... 我們可以說是... 日本隊的獲勝了 村民術... 相差太多 我們就稍微... 高速看一下喔 後面的一個... 打法 那... 沒意外喔 待會就是... 垃圾時間喔 直接... 但是... 博恩帝這邊... 上面要搶催一波了嗎 我們只要利用自己的... 重裝騎士的優勢 但是... 目前... 空兵沒有高地優勢 灰色這邊可能要繼續往上走 但是... 數量上的騎士不太多 大家在猶豫要不要上高地喔 因為... 博恩帝的騎士數量不夠多 但要上高地會有點危險 因為對方騎士有點多 不過... 這個就是... 剛剛... 越南在輸好的一個獎勢 要不要算高地優勢 但是... 即使上了這個高地喔 對方的高地優勢 又在高一劫 然後... 騎士數量還輸對手 這邊還是只能下高地阿 前面對手的結果 看起來日本隊 還是有點上風之處的 但是莫名其妙的 這邊騎士的數量開始沒有跟上來 哇... 高明的騎士全部送光 好... 但是... 居守這個高地應該是不錯的 這邊騎士想要來吸點傷害 但是... 這邊風兵完全不屌 直接去射後方的風兵 好... 那如果騎士硬點上來之後 就可以來射對方的騎士了 這邊風兵雖然不是有太多 好... 要打起來可能有點困難 OK... 這邊有TC加強防守 好... 下方的話... 感覺... 高... 後來已經沒有呼吸了 騎士直接A的上去 也無視對方建塔 這邊... 藍色打出了GG OK... 我們恭喜日本A隊 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恩... 應該沒有什麼 太特別需要看的地方 因為... 熊線A隊的一個配置經濟 很明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瑪雅這位玩家 那... 後面波蘭的一個大莊園選址的位置 也是選的不太好 第二個大莊園沒有差在TC安全的位置處 反正也是插在外側 你都已經知道... 如果... 你可能都已經知道 你家的瑪雅出兵上 可能有一點問題的情況下 你就可能要先預設好自己 可能要一打二的情況 挖石頭跟插箭塔這件事情 是不能少的 恩... 可能是... 判斷上來說 是經驗不太夠吧 可能是這樣子 如果我是波蘭這個情況 看到我們家外加已經被壓著打 我第一時間就去挖石頭 然後就開始插箭塔 先把這個高地插起來 好 做防守 然後... 再把一些地方 該守的地方守一守 然後再把這個大莊園園灑起來 這是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好 我們恭喜日本A隊 晉級了第一個賽點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場比賽吧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二場比賽 日本A隊對上紐仙人A隊 目前選擇是... 這張地圖算是要打很透氣了 那我們這張地圖還是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 是有這個石頭路的上偷之處的地方 是不懂蓋任何建築物的 防守上來說的話 要圍得非常廣闊的領土 看你什麼比較好 也是比較蠻討厭喔 團隊之間的默契喔 防守與進攻的時間點 那中間還有一些火喔 可以去補一些鮭魚來吃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本隊選了什麼文明吧 日本隊選了一些... 欸 薩拉森 達達 匈奴 還有這個... 這個條盾喔 這個都是偏後期的 真的是偏大後期的 那前期來說的話 經濟可能會輸點對手 因為他們這些選擇是沒有什麼經濟加成的 只有條盾喔 條盾的話要到後期 這個農田便宜的程度 會讓他經濟更明顯 那目前看到這個... 紐仙人A隊選擇的也是偏超級大後期 這個伯伯... 伯伯斯拉夫... 馬扎爾... 跟... 猛果也是喔 這些文明都是... 經濟也不是很好 除了這個... 斯拉夫以外 還有這個伯伯 那其他這兩個喔 經濟不是很好 然後也是要偏打大後期的人 那我們這邊就稍微加速一下喔 看一下要怎麼打 那應該沒意外的話 前期的時候不會出太多... 更有可能是大家都打一個直層狀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手... 欸 這邊打直層喔 目前是兩家... 那一家都打直層 外一家都是伺候去... 對面看的一個情況 兩邊都是互相看來看去 好 冰空床譜一下 直接跳層 呃...後方這邊可能會被殺了幾層 這個...藍色會有點危險 但是剛剛的瑪雅像是選伯伯 那可能剛剛的瑪雅是... 比較拼後期玩家 所以後期比較熟練一點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伯伯 可不可以發展出比較好的一個成績喔 好 這邊我們就去一樣8倍出去看下去喔 因為這邊前面打鬥其實... 就是你追我打... 小打小鬧喔 並不是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重點是後期的發展經濟... 要怎麼去把這個... 金具往外擴 因為這樣地圖的話 你要把金具往外擴 就只能這樣子 去... 有風險的把TC往前蓋 那我覺得還是要給... 要一點勇氣喔 就是像這種金礦數在這裡 你還是要把TC蓋這裡 你不能把TC蓋這個後方 你還是要去守住前線的一些金礦數 來確保你的隊伍有這個穩定的金礦量 像日本隊這樣子就做得很不錯 好 那... 大家都快要上到了城堡實彈 那... 外家兩家也點下城堡了 那... 目前... 欸!這裡有個洞耶! 我告訴你奇怪的不是敵隊嗎? 呵呵呵 我在想說這個應該是會落進來 這裡居然有個洞喔 好 那... 桃園被殺了一分之後 家裡村民也被騷擾 這個就是團隊聯防的一個重點喔 只要一有一個漏洞喔 馬上就會出事喔 當途律這樣子 那... 也被對手打到這個洞來打 但這些兵喔 只要一進來就別想出去了 盡可能喔 多換點村民喔 才是上側 沒有... 殘強套就出了 好 應該在後面三隻駱駝就可以解決掉這隻刺頭 我們就看這邊了 好 那薄薄的落宮出來 那落宮出來之後 可以counter目前的... 打打馬功喔 還有這個... 匈奴 但匈奴不會出馬功啦 應該會出有想 靠你給我出... 喔不是不是這個打打 我想說習慣你給我出馬功 你們是想出是不是 呵呵呵 但也沒關係啦 出...出幾隻喔 待會可能... 哇你真的出馬功欸 好... 那...那...那...那落宮就很輕鬆了 好... 靠...靠... 我有點頭有點痛 呵呵呵 那...應該是薩爾森會出落宮 還有條盾會出遊俠 OK那兩家出馬功 很單純 就看起來走向上... 我...我...我本來想說 匈奴這裡還帶出馬功 會不會... 跟我的想法一樣 太單調了 可能會有點被...被...被counter 而且對方有勃勃的情況下 三家出遊俠 出一個落宮 然後兩家遊俠 似乎會更好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bm被counter的... 單位會比較少一點 主動權會更好一點 但沒想到喔 日本有一個... 就真的照了我想喔 就是兇奴出... 出馬功的一個路線 好 那... 村民術啊 目前日本隊士 有稍微一點落後的 牛西蘭隊 目前是有... 三死村民的優先... 優先主動權的喔 這個經濟上來說是好一些的 那牛西蘭A隊喔 感覺看起來是真的 比較會打後血 好 上方稍微圍格一下 好 這邊掛一下... 馬功 哇 你看這個馬功 褲色... 結果... 牛西蘭A隊這邊落功... 不知道在幹嘛 剛剛有點... 遲... 遲疑了一下 不知道該不會繼續追 對... 你們全都不追喔 你們不是有優勢嗎 好... 因為家裡被繞進去了 所以他們現在要來救一下家裡 好... 家裡這邊稍微拯救一下 但這邊要跑出去了 第一時間落功過來 所以有先射對方的馬功嗎 好... 先射騎士 先射騎士 射騎士也是很痛 差一滴也射掉 沒關係 好... 上方這邊兇奴跟打倒 兇狂分隊友去燒我對手 這個就是比較高盾的打法 好... 那... 有一位玩家已經點下了 帝王時代 是這個蒙古 蒙古這時間點下帝王時代 可能第一時間 沒有辦法做這個蒙古服器的升級 那我也不確定 他是不是要來打蒙古服器 看起來讓他一直在出奇事 那... 我覺得這邊要打蒙古服器 還是比較好一點 好啦... 有出有出 有出就好 有出的話 待會還是可以壓制最關的馬功嗎 就是攻速器 不算太快 而且現在落空 已經像有框殼的一個能力了 那目前看起來 有像A隊的一個打法 還是比較單純一點 就是單純 製作的光馬 光速器 那... 待會就要看一下斯拉夫 會不會轉攻城器 因為斯拉夫 這邊是他們的唯一希望 打這個瑞靈鐵騎 可能會打錯 但打攻城器就不一定 因為斯拉夫的攻城器很便宜 多換幾隻攻城器出來 所以對方硬打 會比較好一些 但現在如果要打步兵 也不太可能 對方馬功情況下 多的情況 斯拉夫也不可能打步兵 所以最好的打法 是出點... 這個貴魯鐵騎 加上這個攻城器 會好一些 不然就是真的 就出大量級兵 去戳對方 也是一個選擇 最好打法還是這個 級兵加攻城器 是斯拉夫的首選 團戰打法 那...再次選一圓 就打齊術 這邊... 稍微點劣勢 就被壓到敵 這邊... 蒙古的... 就把阿蜂尋到行之多 好... 那中間的一個抵抗 結果... 感覺紐西蘭一隊 還是稍微顯得劣勢 因為外圍的金礦 只要被控住之後 他們的... 黃金獲取量 會變得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上坡的黃金 一挖完 他們就要宣告死了 所以這邊要... 千萬千萬 要守住這一塊 前騎黃金庫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點 阿蜂兩邊都持續 在做一個射擊 好... 這邊選擇要撤了 這邊... 單位有點多 不好打 好... 那紐西蘭一隊友慢慢的 守住自己的黃金礦區 那這個... 城堡就蓋得很好 這個就是要開始守住自己的核心 經濟的礦點 它是黃金啦 然後這邊要維好 開始要來跑貿易 會好一些 好... 這邊洛光直接做一個對射 騎士 直接要上去A了嗎 欸... 表A比較好喔 這邊可能要退一下 欸...這邊... 有向A就會... 退輸喔 這個...肯定... 會出大事啦 呃... 出大事啦 呃... 有向A就在送 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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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打的喔 哎呀... 我現在就覺得自己的... 騎士速度讓有點優勢喔 但我覺得這邊打下去對他們來說不太好 雖然看起來是打贏了 欸... 結果出事了 居然是... 橋盾這邊 欸... 怪怪的 看來是路某比較強 我怎麼覺得... 紐西蘭一隊這樣打錯會打錯的 結果是打贏 呵呵... 好... 沒關係... 打贏了也是好處 好... 好... 過了... 王子服力... 威力凱出來了 玩看就射速超級快速的喔 上方打贏4根 沒問題 啊... 阿萁拉也是伯伯有... 康特到對方的馬攻關係喔 但我覺得剛剛挑戰那邊... 速量上應該是可以打贏的 但沒想到弱攻上應該太高了 第一時間也沒有去抓對方弱攻 我剛弱攻有點貼到對方騎士的旁邊 還以為騎士是在追了弱攻打 結果沒有 好... 那... 他到這個死小帝王出奇 優勢會慢慢減少 因為自己的馬弓也是正常 並沒有太大的特殊能力 而且這邊上坡的一個人才上坡 攻擊的地點也不多 就只有家裡的上坡可以打 那對手紐西洋隊喔 就拉了進行 到後方做燒了 這邊打得還不錯 到後面偷彈一些臭命 就還蠻賺的 那這邊的話 工程系還在推了 沙夫果然是打一個騎兵 大股神器的一個打法 這邊日本隊想要跑貿易 但是下方有幾隻騎士 再做一個巡弱動作 來抓到對方的村民 這邊偷蓋東西 中間弱攻 還是蠻厲害的 果然還是可以counter對手的一個 蠻蠻樹量 好 那 匈牧點一下這個 駱駝的 重裝蠻蠻的升級喔 不是駱駝 好 那還點一下 中配 配中才可以 好 配中點一下之後 這個 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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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點 這邊斯拉夫怎麼沒有跟橫起啊 我在想說 嗯? 你這邊只要輸個奴砲 或頭車 對方 日本隊就會很難打 然後 這邊駱駝第一時間去往裡面走 然後這邊 急兵想要收掉攻擊器 可能會有困難 傷害型不夠高 好 那日本A隊 慢慢推進到了前線的位置喔 連這塊石頭也有可能可以拿下來 那上方的部分 所以稍微有點劣勢喔 蒙古徒季的威瑟力開始出來 那這邊可能要 靠這個斯拉夫喔 出點攻城起喔 開始攻城 然後 或者是出頭車喔 躺不住正面戰線喔 只靠蒙古徒季還是 稍微有點困難 相當騎士 一直在繞 一直在繞後方還不錯 好 重點一下 遊俠的條盾 可以開始來打一個大後期了 但是對方 這個 馬扎爾 也點下了這個遊俠升級 不是 好 中間 兩邊打得有點誤誤看 後面補下更多的軍營 沒有總共成績 反正是開在討貿易 這樣4B4RF上面可能會有點開始落後的狀況出現了 中間這邊變成55開 對方都有遊俠 但是目前條頓遊俠有點小小的優勢 遊俠的防御率高2點 2加3是馬扎爾的 條頓是2加5 防御是7 可以多坦對方的一個傷害 是蠻可觀的 但對方的洛工依舊不好處理 畢竟自己的兇人的馬公司會對對手的洛工康可 所以你可能要再存一下奇蹟技 再一波 這波馬扎爾這邊直接分了兩隊 派了一個遊俠上來幫忙 運打這個暴力戰線 這邊遊俠直接彈進來 實力非常快速 大聲這邊駱駝繼續升 總之 霧王不季血 這個...沒有點那個科技啦 是160啊還是180啊 好像沒有點那個防熱科技是不是 真的防熱好像沒點到 摩托血量 火射點少 好 打打這邊要來偷撞上放城牆囉 這邊偷打感覺會賺到蠻多東西的 這一波上去喔 開頂 轉的 中間遊俠直接防住 但上方冒險斷掉的話 隊伍西蘭的隊是一個 非常大的打擊喔 終於是阿夫轉出了頭車 頭車一出來馬功就不能這麼輕易的 獨棋 獨腦胎 欸 這邊拔木工具還沒被抓到欸 怎麼還可以這樣爽爽的拔木啊 怪怪的 好 衝車這邊弓撞了這裡來 後天馬功繼續做衝突 然後來阻止對手 蓋城門 守住這一波的一個成人 好 大魔物圖祭打這些 衝突打其實蠻高的喔 這邊拉主隊上來做一個移救的動作 正面的話 由斯拉夫用大量級兵去脫卡對手的一個進攻結論 好 那裡面有一些小小的尤俠在後面脫卡 上方這邊應該很快喔 就會被蒙古上面擋下來 接近尤俠加蒙古同技喔 打從車速度是很快速的 打到車 好 日本愛隊大同車也在慢慢升級 東頭也在做一個反制 那目前地圖上來說 是日本愛隊還是有一個蠻大優勢的 除了貿易線已經開始在跑租了 村民宿也是蠻多的 好 而且 家裡的一個兵喔 待會還可以再考慮轉一個打打的 鐵木的工程術 轉出一些火焰駡駝 去搭對方的一個遊翔 總會更適合一點 那這邊就要來看能不能點下這個 鐵木的工程術喔 去轉一些火焰駡駝來幫忙 好 這邊居然在升級重裝騎士啊 果然兇了啦 最後還是要來打這個遊俠比較好 轉騎士轉遊俠 三級防禮點下 龍頭點了 為什麼 Roz Leap 我跟金 火焰駝在光神炸的魂魄最大的遊校 開始響力慢慢減少了 堂寶珊這邊還點下 浮�莉兵的聲警 砂赫學金奶軍兵盈在候趾在 奴隸兵的升級 殺身奴隸兵在後期是蠻好用的一個單位 在你有在跑冒獄的情況下 還有黃金用過完的 一個點的狀況的時候 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黃金雖然造價很貴 但是他有一個屬性 拿馬弓跟馬當然都是極高的 但是顯然有負負負負差 還有這個射痕上的一個小小優勢戰 但數量也要夠多 現在數量太少了 現在奴隸兵出場了 遇到這個子弟沒有碰好 雖然第一時間收掉這艘頭車 這個奴隸兵應該是要送掉了 兇人這邊也在升級了遊俠 那邊馬弓 喔 頭車砸得不錯 那這邊馬弓待會就可以稍微嘗試送一點 但也是不能直接擺一點 然後跟兇人可以交換 真的一般 好 頭車能砸掉嗎 再一把 直接打死 每杯很漂亮 後面的遊俠往上走 看了一下能打嗎 打死 OK 砸掉非常快速 落宮 再看 看起來留下一隊沒辦法抵抗了 這個應該是死去了 落宮已經數量減之16隻 經濟一下才開始在跑 只有11個貿易車隊 跟這個 日本的貿易車隊已經全出運轉的狀況下來說 日本隊的優勢是非常 極大的 有優勢的 而且這邊炸的 独立兵已經出來了 好 前面TZ全部拆除 開始要往前推進了 奴隸兵 要繼續往前A嗎 我覺得這邊往前A會稍微有點危險 哇 這邊急兵做到很多事情 龍澤刺蟲 火焰露頭出來了 哇 果然火焰露頭還是要登場的 火焰露頭一登場 對方的遊俠就不好打了 他有機會去炸對方 直接炸了一堆急兵怎樣 好 那下方遊俠直接做一個反制 下方要破一下 好 那上方這邊重點了 唉唷 這邊城堡插進去了 這邊已經工程成功 這邊直接把這個速度給打掉 殺了進來 奴隸兵這邊可能要硬扛了 硬扛延時間 讓對方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有這個蓋城堡 那奴隸兵勢必是要往前 繼續送的 好 現在送沒關係 那這邊分兩隊 一隊去打對方的一個貿易車隊 那後面喔 這邊奴隸兵是直接擋勝利沒關係 馬弓然後繼續轉往前 去做射擊 直接插在這個中間位置 這跟城堡一起來之後就直接逆轉了 但這邊第一時間是把所有的司機給滴掉了 然後貿易車隊直接往回原地折返 好 那如果是原地折返的話 雖然不會省失掉太多的這個貿易車隊 但是現在要跑貿易的話 大家要再重新跑一次 那要再把貿易車隊試在哪裡 算是比較安全的呢 這也是紐西蘭待會要來思考的一個送點 好 馬弓有點極限守住 但我覺得可以守住太久了 大家回到下方喔 下方匈奴果然轉出了遊俠 那遊俠再加上隊友的橋盾的工程器喔 這個重頭 重頭鋼皮甲還沒有點 哇 結果正面的遊俠數量不夠多 直接被對方馬扎爾的遊俠追著跑 所以工程器有點虧喔 工程器能炸一巴大碗了嗎 哇 來不及炸就會被打掉 好 上方馬扎爾直接繽紛兩路 上方也差了一些遊俠過來機緣 這邊是想要重新的 把上方的一個城堡先拿下來 那這邊趕快日本人 就要利用這兩個城堡脫的時間喔 好 越脫越久越好 那城堡好像也輸出 兩個城堡蓋起來之後 看展示的東西實在還算蠻多的 好 城堡決定不再繼續做進攻 好 城堡決定不再繼續做進攻 好 來看一下貿易像是跑到哪裡喔 好 貿易現在是跑中衛嗎 好 跑這個 基本上是他們最遠的位置沒有錯 這個城堡是他們最後的防線 那日本隊已經覺得很奇怪 好 他都已經打到這裡來了 你們最遠的貿易對 貿易的路線都已經被阻止了 還能繼續打嗎 當然是不可能的 日本隊這邊的黃金組會越來越多 那反觀是紐線A隊 可能會越來越長 經濟待會就會開始跟不上 遊俠的產量 甚至這個蒙古獨技落風 待會就會開始出不起 這也是 1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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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後面的遊俠直接移進排開開打 直接在這個貿易地線上面直接開點 兩邊的遊俠直接倒光 但是馬扎爾沒有出喔 這邊是跑中弩的遊俠被吃光 稍微一定可惜 這邊追逐打得還不錯 這邊有些少量的遊俠想要鑽進去 但一直有這個弱弓 在做防守 好 這邊工程器要稍微守護一下 這個 弱頭 哇 這個 果然打遊俠很痛 頭車砸了一發 哇 直接砸中對方的馬轟 這邊有非常多的遊俠跟直徑上去另貼 這邊可能會損失非常多的單位喔 到上方居然慢慢打得回去欸 難道真的有機會 但這邊要準備攻高地了 然後這邊高地能穩穩的走下來 就有機會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 柔軟A隊的黃金庫可能是偏少 除了之拉不如到 其他人的黃金庫已經遷到剩十位數 連打位數都不到了 那日本A隊的黃金庫過程還算蠻多的 要出去打黃金庫也是OK 沒人投車再送主意識了 呵呵呵 送光了 好 這邊再砍個幾下 能全部收掉嗎 這個留下來的隊有點是在風中殘處的感覺 但他們又把上面拿回來好像又有希望了 是我的錯覺嗎 他們真的有希望嗎 黃金怎麼創造變多了 剛剛有人去改資源是不是 他們好像買賣一波 又有黃金可以打的 呵呵 好 日本A隊應該是贏啦 但我們這邊沒辦法加速 這邊 這樣 這邊馬功能怎樣 怎麼哪時候跑到後面了 好 這邊是有非常多的貿易車隊喔 好 遊俠已經站穩到了這個高地了 那馬剎把所有的遊俠聚集在農田處了 呃 前線這個城堡蓋好 如果能再蓋到這個上面高地的話 就可以直接對手的貿易路線了 這邊轉出一些火炮塔 好 這個火炮 他也是蠻熱門的戰術 好 貿易線重新再慢慢跑了起來 後方遊俠還在繼續彈 這個就是你對我打 後期就是 誰能打到最後方的貿易線來就贏了 好 背部的進攻 看起來又要不擔心 對方魔術球技過來之後 風車也是可以輕鬆解決的 好 火車過來 砸了一發 能不能砸到大碗的 哇 這個夠大碗 砸了一發 投一下 喔 這邊有多喔 iPhone不錯 那這邊火炮塔 好 嗚嗚嗚 打到一火喔 不錯的馬跟巨量 火炮塔 這隻可以當然繼續慢慢逼進去 就會很賺 好 這邊已經蓋下更多火炮塔的地基 到來直擊貿易路線了 這邊牛市讓A隊突然打出了紀錄 所以我們恭喜日本A隊拿到第二場的比賽勝利喔 剛剛比賽打的有點偏久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部分 不過這邊經濟還蠻好的 是這邊他們的牛市A隊喔 這邊的經濟最好的一個玩家 那薩薩這邊反而是經濟最好的 這邊有五個聖物喔 所以經濟直接突然起飛 其他的文明喔 反而這些都是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經濟版就會差喔 好 那我們就來恭喜日本A隊喔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三場比賽吧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遊戲第三場比賽 有先來A隊對三 日本A隊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團隊島嶼喔 那團隊島嶼的話 之前台灣A隊有打出蠻精彩的比賽喔 那台灣B隊也是 那這張地圖的話 大家應該每部也是蠻熟悉的喔 我們就稍微快進一下吧 那我們先來分析文明的部分喔 這邊是選擇立陶宛波斯跟日本 還有朝鮮 那打法來說的話 日本的話補魚有優勢 那時候補魚部分 好像是個工作的時間加成 而且立陶宛這個文明會比較算是打海的 前期打海也稍微有一點優勢喔 上風箭時代比較快一點 所以戰船部分會比較早出來一些些 那日本補魚也比較好 在日本的外側部分也OK 那一家的話波斯可能會轉個遊俠 打一個登陸喔 也是有可能的 然後我就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選擇出這個 西西里 跟圍巾 還有達羅皮圖 還有這個 意大利 但意大利的話有傭兵可以使用 在這個登陸戰來出的時候是非常好的 但是沒有搭配馬力這個文明喔 讓這個傭兵的一個效果會稍微減多一些些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選意大利就還不錯 因為這個集戰力來說對登陸戰是非常重要的 欸結果這邊西西里是怎樣 直接上島 看來是要來開稿了 直接蓋一下軍營喔 西西里是沒有開港口的喔 他這個沒有馬 沒有這個魚船的魚技加持 就要來打落馬 有有有有這邊開不好意思 還錯我以為他是開在後面 沒有的話他這樣有點太硬了 因為很容易出落馬沒有魚船就會斷肉 但他其實是有 看肉 還點下冰宮場 這邊登陸打的如何呢 那我覺得一開始登陸會給對手非常大的壓力喔 欸當然是這邊也是喔 雙方都是打一個登陸戰 OK打登陸就是立陶宛打登陸 好那日本這邊稍微有幾隻村民被殺老到了 我們會掉個兩村左右喔 哇不止兩村三村有了 我的天四村有沒有可能 有 哇 哇這個日本 那一隊完全沒看到這邊聰明補黃金的聰明都被砍爆啦 哇日本一隊是不是輸大士了 待會他這邊戰團水戰就會開始輸對手了 那由於紫色也是打登陸戰的關係喔 第一時間是沒有辦法去幫外加的日本 這邊的一個防守 那這邊是想要來做一個反打 能做打回去嗎 現在日本隊的赤頭一直被追著打 沒有一個主動權喔 要按一些槍斃喔 才有可能去做一個反打動作 這邊槍斃有在按嗎 有 有完槍斃的話就還有機會 好後面的戰船直接壓過去喔 後面打陸片就稍微弱勢 好 果然戰團數量明顯落後對手 看日本這邊的漁船部分是要輸了 好那波士這邊轉了一些肉 就來做防守 好那日本的登陸戰打的算是比較順利的喔 這邊回頭打一下 收掉對方的槍斃 這邊的赤頭是有加義工還有品種的關係喔 所以是非常強大的 這邊再打個一波 好全部砍一砍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有品種又加義工 其實我之前有說過喔 封建時代很強的科技喔 這招有多強 直接碾爆對方子兵喔 那這邊島上喔 本島應該是稍微守住了 那目前看起來 日本隊的進攻也稍微到一段落了 這邊只剩下手上落馬去騷擾 但已經沒有足夠殺傷力了 這邊看只剩探糖作用 就要來進入遊戲中期了 稍微加速一下 好那戰團的數量慢慢回來了 但是還是很明顯是有一個 小小的落後在的 那個波士投資眾多馬 然後兩家那一家都沒有專心有的情況下 可能日本隊這邊會有一個小小的劣勢 上城堡時代可能有一段時間 分數或經濟上會輸對手 但好消息是 目前剛剛 朝鮮這邊喔 有騷擾到後面的漁船 因為戰船是 稍微被達魯拼圖沒有漁船的優勢在 所以達魯拼圖會非常非常的喘 好拼到了城堡時代 目前上倒的部分有沒有太大的一個影響 好這邊過來解一下 這邊戰船燒喔 好那待會灰色 圍巾的戰船回到正面 待會日本的戰船數量會明顯的落後 好這邊戰船果然需要做一個後面交換戰船的一個打法了 用少量的戰船喔 盡可能到後方去收對方的漁船 多多少少去換點經濟喔 這個就是以少打多的時候的一個打法 戰船方面 那打路譬如沒有時代上的優勢 戰船雖然上也譬如不夠多 日本這邊 反正是戰船數非常多 右邊都已經壓進去了 現在左兩邊沒有變得很平衡 但是已經開下了非常多TC 直接要開農了 好這三隻戰船繞到後方做到很多事情 擠垮了非常多的戰船 這個漁船 好那拖掉這些漁船之後 他也可以尋告他的工作 大功告成了 那這個隊 接下來的命隊就是戰船打步的狀況 所以我右邊打贏 那你要不要看喔 插個城堡在岸邊喔 插這個側面的位置之類的 好那這邊戰船要先打個殲滅戰喔 先把對方的戰船全部殲滅掉 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刻 好那這邊直接上到城堡時代 上倒開打 所以對方喔 這些已經是有意大利島就出了使命做防守 這邊刺頭並沒有追到太多的田船 結果對方謝謝提示上倒之後 再繼續出馬舊 收到月 開始在做一個前線 開始騷擾的一個打法 那是這邊KEI 這些玩家已經被塗到聰明不多了喔 這邊再繼續打下去好像 不太好 他這邊應該是要趕快去針對內加比較好 因為他一直在打一個死人 因為我們司律國的講法就是 不要去理死 不要去理這個活人 那目前活人的話就是內加這兩位玩家 好這邊戰船直接騷擾到後方 請伐木的村民 還不錯 好趕快到後方 對對對 趕快來打到這邊內加的部分 內加是重點 結果內加直接被砍成生活無法治裡 還被除了非常多村民 這邊有駱駝過來救一下 除了不夠多駱駝也只有包子打 內加的波斯也在農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第一時間去拯救隊友 但波斯也是有駱駝的 待會趕快按一下馬舊 撿一下騎士 那立陶宛這邊要防守的話 這玩意是出生友 有有有有有在出了 OK 這玩意在防守 然後目前看起來家裡有點慘 日本隊稍微有點落後 兵力方面啦 不是說村民 村民算了他是日本隊贏 好那目前海戰方面 由這位恰草日本隊強的高手 一個人打海戰 目前打成了一對二的五五開始局面 那達魯平塗這邊海戰方面 似乎要放棄了 趕快專心農 農場神寶時代 甚至帝王時代 然後去別的地方開碼頭 算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好那內加剛剛這邊 紫色利桃被塗了一波之後 馬上連下帝王時代升級 剛剛是在拖時間啦 所以我第一時間 出兵喔 先是為了要承肉上路人 好那紅色卡特 也打到了這個帝王時代啦 帝王時代下去 之後朝鮮可以考慮出一些 龜甲戰場 或者是直接打一個 打戰車登陸也可以 但我覺得他現在打登陸的情況下 是偏不可能 因為他這邊海戰是要他全權負責的 一個人要打三家 或是兩家的海戰 才有可能 打出點東西來 那他確實現在是有一個海戰優勢在 那這可能把這個海戰優勢 擴大下去 還是一個重點 要快一點 算在這方面 好,這邊騎士來做反打,來撒把鞠燈預定給擊滑,但是有點困難,對方已經是有帶來做的鼓勵 過頭的第一時間也是上出英坦,但是這邊還是會被在招牆一隻僧侶,提醒是打後方的僧侶應該是能收掉,也很打不錯 OK,那這邊僧侶就只要遭到一隻單位了,後方這邊要建立起非常大量的進攻,玩出群的傭兵 傭兵的話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最後的登陸戰的一個劫法,那目前紐西蘭隊的說明數已經反超了 傭兵這邊升級,雖然還沒有升級到非常完全,但是晚上已經在填了 只要鞠燈的數量夠多,就可以出更多的傭兵 好,這邊僧侶很聰明喔,直接招牆對方的僧侶,招牆對方的僧侶 那這邊他們就沒有辦法繼續蓋這個鞠燈 好,但是雲暴,這個傭兵,也算不錯 好,那這邊有很多 下回出來的量應該也會蠻多 好,那是蠻尷尬的喔,這幫傭兵居然走一中一把 好,那左邊稍微蓋一下城堡要來蓋塔頭了 好,那這邊日本的一個反擊打得還不錯 這一方用兵居然沒有打到任何的拳頭 雖然是鋤城的單位 但是攻防還稍稍的 所以比較好 不然是直接出幾兵也是可以的 那義大利這邊是沒有選擇出其他的打法 單純軍兵 軍兵對上騎士來說 數量不夠多還是會被出十幾 結果義大利這邊登陸完全沒有打到任何的優勢 好像是讓自己的海戰方面出現一點問題 開始有點慢慢打不贏 立陶宛這邊開始轉些海 好 正面來說 日本頓禮拜的對手 這邊要來打一個登陸戰嗎 沒有 正面是要來蓋城堡 把海域拿下來而已 好 這邊攻擊這個城堡 不讓我們頭蓋起來 好 這邊日本果然打登陸戰了 第一次直接上島 能找上島第一時間也沒有直接把兵直接往前壓 現在可能是要考慮根據 不根據 要來做一個殖民地的關係 所以他第一時間會先把兵聚集在海岸邊 待會聚集完兵力之後再向前衝鋒 好 結果這邊還是直接先衝鋒 先上島開鬧 好 裡面的殖民被砍了非常多隻 這幾隻騎士也變成重裝騎士了 這邊有卡點下 波子有卡點出來之後 應該就可以無雙了 好 更多的重裝騎士上島了 外側打海的圍巾 家裡經濟也是被鬧到很慘 這邊戰團還在努力的打 但是後方有更多戰艦過來想來幫忙 家裡人這邊不打路了 反正打海 雖然現在打海是OK 但是陸戰的一個問題還是要解決的 陸戰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一個重大機器長按的事情 好 日本就到朝鮮這邊管打 陸戰打馬戰車了 好 轉馬戰車打登陸戰 打得很不錯 這個雙城堡打登陸戰 很關鍵 左往兩邊登陸上多點半成功 中間這些騎士也是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好 中間戰場 再來 學用看了 這個海戰一直打也沒關係 但我相信日本隊應該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拉了更多的戰團過來 要來做一波最後的交戰了 但是目前牛線量A隊 家裡是一直瘋狂騷擾的狀況下 其實是很難再打回來的 這個經濟上有點慘 這邊點下的地是十字星東征 爆出了非常多的煞金特衛隊 後面戰盤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反打回去呢 火彈盤的前面開燒 後面戰團輸出 那數量上的話就很明顯有優勢在的 牛線量A隊這邊只能打出GG 我們恭喜日本A隊拿下了三場比賽的勝利 看下經濟 那日本A隊這邊打的也是蠻漂亮的 那看起來波斯這個文明在後期的爆經濟來說優勢還是非常大的 這個TC運作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後面義大利比較可惜 雖然經濟有起來 但是登島的時候義大利的軍隊沒有第一時間可以成行 那讓波斯這邊爆了非常多的一個騎士喔 做一個反制的關係 所以傭兵沒有藏到任何甜頭反送光自己的經濟喔 所以我送黃經濟之後跑去打海喔 然後讓他這個... 讓他雖然有稍微拿回海的一點優勢喔 但導致他島上完全沒有辦法做一個防守 遊俠一上島馬上就支撐不了這個防守的能力喔 其實也沒辦法擋住遊俠的進攻 只能打出了GG喔 好 我們恭喜日本A隊拿到了三場比賽的勝利喔 那最近我工作比較忙的關係喔 所以比賽部分我還是會盡量每天日更喔 那目前有一些的規劃喔 都是要到四月份之後 我才會來推新新的影片喔 還有一些教學還有一些精華的部分 所以最近各位喔 也不要有過度的期待喔 那但是日更的影片我還是會持續更新 那也是非常感謝各位的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也請記得幫我按個訂閱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